加拿大外长乔丽访问中国 中加关系早已变得可有可无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2024年7月18日消息 应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兼外交部长王一邀请 加拿大外长梅兰尼乔丽将于7月19日 至21日到中国访问 加拿大环球邮报当地时间7月18日评论文章 外交部长乔丽访问中国 举行多年来首次高层会谈 有人问怎么看 咱这么说 现在的中加关系早已变得可有可无 中国没有加拿大无所谓 加拿大没了中国会损失不少 但也不是什么伤筋动骨的大事 只是加拿大在国际场合的地位将寸步难行 但问题是自从孟晚舟绑架事件之后 加拿大给世界的感觉 这个国家到底还有没有独立自主的外交 甚至还需不需要自己独立的外交 这件事情以后 加拿大给人一个感觉 就是美国的海外领地 美国的第51个州 没有任何用途 在价值观方面 美国不敢说的 加拿大敢说 给人第一印象 加拿大为了价值观可以不发展 有了价值观 什么都可以牺牲 这就是为什么大野猫给加拿大的外号 价值观超级大国 其实吧 中加关系就是这么回事 之前很多年 因为诺尔曼白秋恩同志的特殊感情 使得两国关系悬浮在正常的情况之上 直到孟晚舟绑架事件 如今的中加关系 只不过回到了他本来的位置 可能若干年以后 加拿大的下一代 回想起这段往事会有不同的认识 因为白秋恩同志的缘故 加拿大本来可以成为中国的座上宾 可惜我们在无知当中 把他挥霍了 根据文章 乔丽外长首次中国刑 旨在打破因两名加拿大人入狱 和中国干涉加拿大内政后多年的外交僵局 外长办公室声明 随着世界将面临日益复杂 和相互交织的全球问题 加拿大致力于与众多国家务实的接触 以推进我们的国家利益 和维护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必须保持开放的态度 利用外交手段应对挑战 以及寻求合作 什么意思 加拿大承认了不能没有中国 就这么简单 因为没有了中国 加拿大在国际上就什么都没有了 文章也讲述了中加关系这几年都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现在已经在低谷了 别忘了 在孟晚舟绑架事件之前 中国和加拿大还在洽谈双边自由贸易 那段时间 加拿大刚刚加入了亚投行 然后就是众所周知的孟晚舟绑架事件 中国随即抓了两名加拿大间谍 康明凯和斯帕弗 这件事让两国民间的关系几乎归零 在加拿大对中国的好感程度跌落谷底不到15% 在中国白秋恩时代结束了 什么意思 白秋恩可以是我们的好同志 但是他与加拿大这个反动政府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孟晚舟绑架事件 加拿大从此失去了白秋恩红利 这件事对加拿大今后几十年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随着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 逐渐主导世界的秩序 加拿大如果能是中国的做上宾 那情况会不一样 但是我们没有珍惜 然后呢 就是最近一年炒作的中国干涉加拿大大选 这件事儿呢本来是保守党为了自身的利益和自身的选举布局给自由党整了一个大活 最后的结果让中加关系持续恶化 如今已经鸡同鸭讲各说各的 中国到底干涉没干涉加拿大大选呢 这件事儿大野猫是这么看的 从一个现实主义的角度 既然加拿大可以干涉中国的内政 而且经常干涉中国的内政 往往打着民主人权的角度 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干涉加拿大的内政呢 你干涉了我的内政 我干涉你的内政很正常啊 如果这点国际关系常识都不明白的话 就已经不能算是一个正常国家了 那么有人问 加拿大外长乔丽去中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他可以改变中国和加拿大的关系吗 咱这么说 有一说一 乔丽他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但是加拿大明显在一些事物上有求于中国 现在加拿大的国内政治是这样的 在对中国的关系上 自由党分成两派 以财政部长弗里兰为首的强硬派 主张与中国对抗 以外交部长乔丽为首的务实派 主张与中国合作 现在是自由党执政 但是问题是 自由党在下一次选举的民调上远远落后于保守党 下一次选举自由党肯定会下台 保守党肯定会上台 保守党代表的是什么 加拿大本地人 加拿大本地白人的核心利益 在他们眼里 对中国的关系可以切割 可以没有 就是这些人 这些人主张对中国非常的强硬 但是自己又没有这个实力 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变成 中国完全的对加拿大进行对等报复 损失的还是加拿大 但是保守党虽然极端反中 但是也分成了两派 英语区或者昂萨选区的保守党议员 普遍极端反中 支持与美国合作与中国对抗 在法语区的保守党议员 主张与中国适当保持一个务实的关系 加拿大另外的党派 比如说新民主党和魁北克政团 主张与中国恢复到2015年之前的关系 对冲美国的影响 这就是加拿大的政治现状 还是那句话 加拿大不能没有中国 中国可以没有加拿大 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也是从现实主义角度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这一次访问 加拿大外长乔利明显试图达成以下事项 首先一个恢复加拿大为旅行目的地的资格 我们知道去年中国恢复了因疫情 而中断的个人旅游目的地国家名单 唯独没有加拿大 原因就是两国关系 已经可有可无 但是因为这个 中国前往加拿大旅游的人数 对比2019年下降了70% 这件事对加拿大的中小城市 打击非常的大 特别是因旅游而生的地方餐饮行业 第二 中国与加拿大的大宗商品交易 别忘了加拿大的大宗商品交易 与美国是直接竞争关系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特朗普马上可能会再次上台 如果他纠结与美国的出口 那么想必会直接针对加拿大 对加拿大是非常不利的 特朗普首先要做的就是打击加拿大大宗商品的定价权 如何打击加拿大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呢 就是搅乱中国和加拿大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加拿大大宗商品在美国面前 他没有这个实力获得定价权 只有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买家 使得这个买家大规模的购买加拿大的大宗商品 使得加拿大的大宗商品在世界上有竞争力 也就是所谓的定价权 但是美国会怎么办呢 他会破坏中国和加拿大的关系 然后中国会针对加拿大的大宗商品进行报复 然后加拿大的大宗商品会失去自己的定价权 从而没有竞争力 然后美国会怎么办 会用低于市场价格去收购加拿大的大宗商品 然后比加拿大卖给中国的价格还要低一点的价格 同时保障美国可以有收益的价格卖给中国 什么意思 比如说加拿大卖给中国的小卖 卖给中国的矿产 卖给中国的石油定价是十块钱 但是呢 美国会破坏加拿大跟中国的关系 然后中国不再购买加拿大的大宗商品 使得他们失去定价权 失去竞争力 美国随即用五块钱的价格收购了这些大宗商品 然后用七块钱到八块钱的价格再卖给中国 什么意思 美国从中赚了两三块钱 然后呢 中国从中节省了两三块钱 中国买到的还是加拿大的大宗商品 但是问题是什么 最后损失的只有是加拿大 美国得到利益 中国没有损失 加拿大得到了什么 我们得到了价值观 价值观有用吗 一点用都没有 就这么直接 其实吧 梅兰尼乔利这一次到中国访问 最主要的就是洽谈中国购买加拿大大宗商品 然后使得他的货物可以有定价权 仅此而已 除了这些 他基本上改变不了什么 等到保守党上台 那就是他们需要面对的了 其实出售大宗商品的加拿大选区 基本上都是保守党的农业和矿业选区 如果保守党执意与中国对抗的话 那么中国肯定会不客气的针对加拿大 最后加拿大损失的还是这些保守党选区 也就是说在价值观和利益之间 这些保守党人想必要进行选择了 咱这么说 加拿大已经无法完全摆脱美国的影响 使得中加关系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